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尊重的强大是从不碾压别人 谦谦君子悲以字幕 战国时期 齐国贵族孟长君经常礼贤下士 收纳天下有才之人 有一次两个鸡鸣狗盗之辈来访 孟长君也亲自相迎设宴款待 府里的时刻自询身份高贵 不愿与这二人同列 纷纷劝孟长君不要留下他俩 孟长君却一视同仁 坚持收下了二人 后来孟长君初始清国被扣留 危难之际 舍命搭救他的 正是之前那两个地位背下的人 这世上总有一部分人 譬如时刻之流 稍微过得比别人好一点 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然而那些有修养的人 绝不会将他人分成三六九等 更不会借着所谓的权势地位 抬高自己碾压别人 古人云勿以身贵而见人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就是始终对他人保有谦卑和善意 一不以身份压人 学者梁恒说过一个故事 有位大学教授最识身份高贵 为了满足自己名利双手的欲望 便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本书 寄给出版社 一开始教授很自信 因为书里光是写他的身份头衔 就占据了大半页纸 他笃定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些头衔 立刻就会联系他 可过了几个月 仍不见回音 教授便很生气地写信去催问 不久出版社回信过来了 那张信誌上 教授的二十多个头衔 占了大半的篇幅 而关于正文的批注 却只有八个字 水平不够 数不能用 教授本以为 凭着自己的名声 发行一本书是易如反掌 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 现实生活中 像教授这种拿头衔去压别人 拿身份为自己开路的人 不在少数 这样的人 往往盛气凌人 败高踩低 他们看似强大 却是纸糊的老虎 不堪一击 而真正厉害的人 却从不迷恋身份感 他们站在那里 其修养和格局 便可自成一片高峰 王安石从事北宋的宰相 即便晚年霸相以后 也深受世人敬重 有一次 他穿着粗衣布衫 拄着拐杖上山游玩 恰好碰到几个读书人 在那里谈古论惊 王安石被这群读书人的热情吸引 于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听讲 过了半晌 有人注意到了旁边的王安石 便问他 你也懂书 王安石答 略知一点 读书人蓄而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王安石恭敬的公公首道 老夫姓王 名安石 这群读书人 这才知道 这位沉默的老者 竟是当朝前宰相 赶紧朝他拜了起来 周易有云 千千君子 卑矣自目 内心越是谦卑的人 越习惯低调处事 越是徒有虚名的人 则越喜欢拿身份说事 然而 真正有实力的人 是不需要炫耀的 你若是阳摆 巨鸟自会来西 你若是大海 百川自会来巨 你若真有本事 自会受众人敬仰 何必拿身份去碾压别人 谦卑到极致的人 比谁都贵 二 不以言语圣人 曾国藩曾说 好圣人者 必无圣人之处 能圣人 自不拘胜 喜欢言语圣人的人 内在多半没有才华学识 由于优越感作祟 所以只想在话语上 压别人一头 认知水平越高的人 通常不显山 不露水 别人越是张狂 他们越会避其锋芒 不在言语上 与对方争长短 在人性的弱点书中 有一位叫哈利的卡车销售员 是店里业绩最差的员工 而他业绩之所以差 就在于他太喜欢 在言语上胜人 每当客户质疑卡车质量时 哈利就会激烈地和客户争辩 直到炒赢对方为止 炒完后还沾沾自喜 我给那家伙上了一课 结果他一台车 也迈不出去 根本没有客户 愿意和他打交道 一个人若非要在言语上 胜过别人 即便一时占了上风 在人际交往中 也必会吃败仗 但你若肯放低身段 去倾听别人 自然能赢得所有人的敬重 在《有情老梁》节目中 梁洪达曾胜赞过 葛优的待人之道 葛优虽然名气大 但他对所有人都很谦虚 比如在酒桌上 人喝高乐 难免会得意忘形 高谈阔论 这时 有人会忍不住嘲讽 就你厉害 就你知道的多 但葛优从不 他不仅不拆台 还会一边倾听 一边给对方搭话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得听你细说 谈到这些 梁洪达感慨 你要是跟葛优接触过 你百分之百会喜欢他 比如他的态度 谦虚温润的言语 更容易让人折服 富兰克林也说 争辩和反驳或许会带来战时的胜利 但你永远无法通过这表面上的胜利 赢得对方的尊敬 那些居高临下 对他人以止气时的人 到头来都输光了人缘 败坏了人品 而那些看破不说破 主动为对方搭台的人 既保全了他人的体面 也彰显了自己的修养 常言道 智者寡言 愚者善辩 比起一味争辩 控制自己的反驳欲 才是最高明的处事方式 知乎上有一个万人争论的问题 什么叫见过世面 一部分人的回答 充斥着优越感 有人出国旅游了几座城市 就嘲笑那些没有出过国的同事 有人去过几次西餐厅 就瞧不起那些牛排 不知道几点分熟的人 有人到卢浮宫里看过艺术展 就比那些整天都在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 恕我直言 这不叫见过世面 这叫一见是欺人 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虽是乾坤大 幽怜草木青 在面对他人的窘境时 他们非但不会嘲笑别人 还会顾全别人的体面 蔡康永曾在节目中 谈到一次儿时的经历 有天 他妈妈带他去一户有钱人家里搓麻将 到了饭点 这家人盛情款待了他们 随间 蔡康永第一次吃到鱼翅 忍不住惊叹道 真好吃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主人微微笑道 这是粉丝 说着又给蔡康永剩了一碗 长大后 蔡康永参加过很多次饭局 也吃过不少的名贵食材 但每次复宴时 请客的人都会大肆宣传 这是神户牛肉 养牛的时候要按摩 要听音乐的 很贵的 好几千块啊 对比之下 蔡康永才发现 消失后那户主人的可敬之处 他们没有嘲笑蔡康永的无知 更没有炫耀自己的富有和见识 而是以一句温暖的话语 维护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所谓见识不是说你读过多少本书 去过多少个国家 认识多少个名人 而是见识人生百态之后 你知道了如何去对待遇见的人 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有贫富之分 层次之分 但见过世面的人 却懂得包容差异 平等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个人的可贵之处 不在于其财富的多寡 学识的深浅 恰恰就在于他是否懂得尊重他人 主持人孟非曾说 所有的优越感都不是来自容貌 身材 知识 家族 财富 地位 成就和权利 他只来自缺见识和缺悲悯 越是缺乏见识悲悯的人 越是喜欢盛气凌人 真正强大的人 却能克制自己碾压别人的欲望 遇到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他们能平等视之 遇到见识不如自己的人 他们也能温柔以待 这样的人 在温暖他人的同学 也庄严了自己 谦卑待人 你才会收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